国民党少将潜伏大陆长达八年,只因说漏一成语,牢房蹲了十五年。 中国解放前夕蒋介石拉了一批所谓的精精,去了台湾留了一部分人在大陆继,去潜伏被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没有太多背景,或者自动留下来效忠的人。 这批人中绝大部分是特务组织出来的专业人员,对于潜伏工作非常擅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很多失去靠山的国民党特务和没来得及撤走的人开,使改名唤醒,潜伏在中国的各个地方。 而郑运侠就是他们的其中议员郑运侠江西人,曾经上过黄埔军校后来,投靠蒋介石进入了特务组织。 中统战争期间,在中统担任高级职位国民党中有两大特殊机构,一个是中统一个,就是军统一个队,内监控一个队,外撒网布局特务网络跟古代一些密探工作差不多,郑运侠在职期间也做了不少残害民众的事情。 比如参与制造的较长口血案,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团体,苍白糖事件破坏重庆协商会议,还把参会的比如顾默若等人给打了。 不过郑运侠曾经也参加过比如台儿庄战役,和缅甸远征军也是一位抗日兵,雄只不过选错了阵营新中国成立之时他已经官职少将还是当时蒋介,时彻底时封的官职,为了躲避解放军的追查。 他躲避在四川、重庆和贵州一带地区,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当时全国的地有很多所谓的黑人,就是没有正式编入户口,往往都是在一些偏远的山区等的,所以追查起来非常的困难。 再加上如今郑运侠已经改名更是难上加上,不过再难也难不到周总理,为此周总理对郑运侠曾有过指示,活要见人死要见尸。 在全国各地紧锣密谷追查特务的热潮下,终于法网恢恢1958年郑运侠落网而他之所以会落榜,是因为1957年,全国各地搞作反他说了一个成语,不翼而飞,当时他的身份仅仅是一个干杂活, 的于是,就引起了领导的怀疑,束手就勤他是最后一位落网的国民党特务,最后做了15年的牢房出狱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。 积极参加国内事务,而且生前还写了一本他在国民党中统的自传,中统密文,一个健在的中统少将的字数, 如实地反映了他在总统当特务的这几年经历的事情,揭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密文郑运侠的回忆录, 组组有七十多万字,并且还收集了八千多张战争年代非常珍贵的影机照片, 晚年的郑运侠,基本都是在回忆中度过。